老师们好,欢迎各位老师参与由引领中文教学的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举办的Class Frontline热点谈节目 不知道老师们是否还记得,一年前的三月是什么样子的呢? 突发的疫情打乱了全美各地老师们的教学节奏 Class团队迅速行动,即时在2020年3月15日为老师们提供了第一场直播讲座 云端教学应对疫情,Class与您同行 并在稍后陆续推出了超过60期的网课教学急救包和热点谈讲座 每期讲座都得到了Class理事老师们的大力支持 以及一线中小学中文老师们的厚爱和肯定 目前Class YouTube官方频道已经有超过2000位同行老师订阅关注 在今天Class网络讲座直播一周年的特别日子 我们要向所有曾经参与急救包和热点谈的讲员老师们 以及他们的学生致敬和致谢 就像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微微》这首歌中唱到的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世界 《微微温暖融化昨夜的冰雪》 Class愿在今后的日子继续与老师们同行同行 点亮中文教育之光走在教学前沿 在今天一周年的特别日子 我们特别希望能够跟全体在线的老师们拍一张大合影 家庭大合影 好不好 老师们麻烦大家现在打开您的摄像头 好我们稍等一下老师们打开摄像头 拍一张一周年的大合影 60多场的这个直播讲座 很多老师不仅是来参加了这个直播 在线直播全程参加 而且还会在这个会后观看我们的YouTube回放视频 特别感谢老师们 好我想请问一下 Sara老师您那边准备好了吗 2021年的阳春三月天送来希望是送来好运 今天和Class有20多年合作关系的北京语言大学呢 特地送上来自北京的亲切问候 我们先请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教育管理处的 申俊丽 申老师给我们在线的老师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申老师 好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晚上好 特别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座谈 我也特别荣幸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座谈 刚刚听到李娜老师介绍 现在已经是直播讲座开播一周年了 就觉得哇实在是太棒了 我们很荣幸北语参与其中 这一次的讲座呢 普通话讲座 我要特别感谢Class团队的老师们 我觉得他们真是非常厉害 以及强大的一支团队 我们关于普通话培训的讲座 是在一月份就开始前期的沟通 准备和专家的对接 然后希望给老师们带来精彩分成的一次分享 所以我特别感谢Lucy老师 特别感谢李娜老师 特别感谢赵老师 你们的团队真的让我们觉得 就是和你们合作是倍感开心 备受鼓舞 我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教育管理处的申俊丽 也特别欢迎各位老师 希望今后在这个疫情过去 国门打开的时候 也欢迎各位老师 除了线上的一些讲座 可以到北语来 可以到北京来 可以到中国来 我们也会为老师们准备一些线下的精彩分成的分享 还有关于汉语教学中文教学的一些讲座 所以今天再次让我特别荣幸的邀请 我们北京语言大学普通话培训方面的专家 王瑞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讲座 也希望老师们能有所收获 希望老师们今天讲座开心愉快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生老师的祝福 来自北京的祝福特别的亲切 好 今天热点谈的特邀嘉宾呢 就是我们的北语的王瑞老师 王老师 您先跟老师们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老师们好 老师们好 晚上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 我先分享一下屏幕好 好 王瑞老师呢 是多年从事国际中文教学和普通话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语音教学 主编出版过普通话水平测试模拟试题 参与编写过新实用汉语课本 新编港澳普通话教材 一语千金汉语教材 今年来发表过若干篇语音学 国际中文教学领域学术论文 王老师我觉得今天这个讲座应该是专门为我开的 如果我再不好好跟您学习的话 我该下岗了 好 王老师我们先来来跟老师们先来介绍一下 今晚的这个主要目标都有哪些好不好 嗯好 老师们好 今天也是非常荣幸 在这个也这个100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边 能够跟大家远隔重洋 在线上与大家交流 非常感谢Class中小学教师学会和北语国际教育管理处 给我这次讲课的机会 也非常非常感谢每一位老师今天能来参加听我的报告 那有说的不当之处也请各位批评指正 渴望得到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进入正题 今天我们的讲座主要分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们来简要说一说普通话的由来和定位 以及和方言的关系 第二部分呢 概括介绍普通话的语音系统 就是一个音节由哪几个部分组成 有多少个声韵调等等 第三部分 讲一讲汉语拼音与普通话语音教学两者之间的关系 重点谈一谈在普通话教学中 如何运用和组织汉语拼音教学 第四部分 我们谈谈相较于外语或方言来说 普通话有哪些语音上的特点 第五部分的内容实践性强一些 举例说明普通话证音的步骤和方法 在讲座中呢 我们会穿插一些互动问答 欢迎老师们在留言区 或者以语音的形式踊跃发言 我们一边讨论一边学习 好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第一部分的讨论和学习 在进入第一部分内容之前呢 我们先抛出一个互动问题 欢迎各位留言回答 这个问题是 历史上对于普通话这个概念 有过很多名称 下面哪一个名称 哪一个词不是普通话的历史名称 就是普通话这个词 历史上有很多其他的名字 下面哪一个不是普通话的名字 请老师们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我看到 老师们有选A选D的 对 很多老师都在 有很多答案 可以看到 对 不知道吴静静老师是否在线 可以跟大家 吴老师可以打开 您的麦克风 跟老师们分享一下您的答案 选A和选D的老师非常多 到底是哪一个呢 有老师可以告诉我吗 老师 哪一位老师可以说一下 应该是北京话吧 对 非常准确 这位老师说的很准确 对 这个正确答案是北京话 但是呢 北京话不是普通话的历史上的名称 对 现在我先告诉大家 普通话和北京话不是一回事 那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来 我们就来再具体的梳理一下 普通话这个词呢 当然它不是自古就有的 但是普通话这个概念 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在春秋战国时期 各诸侯国之间就存在明显的方言分歧 各国之间的交往 不是用各自的方言 而是用一种共同使用的语言 这个就是所谓的雅言 雅的意思呢 是有正 正规正统的意思 所以雅言也就是说正规正统的一种通用的语言 《论语》中就记载过 孔子在诵读诗书和执行典礼的时候 都是用这种通用的雅言 所以雅言是普通话比较早的一个说法 那在西汉末年的杨雄所述的方言语书中 记录了当时大量的各地的方言词语 书中多次使用通语 凡语这样的名称 比如什么什么勤进语言 什么什么通语言 意思是这么说是勤进地方的方言 这么说呢是通语 所谓通语指的就是当时各地能通行的语言 好 官话这个名称是出现在明代中叶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官场上通行的话 其实不限于指在官员之间运用 很多文人也以说官话为风尚 而且根据史料推测判断 当时所谓的官话 就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都城方言北京话 官话虽然名为官场上官员的话 但实际上官话的普及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有外出务工或者对外交流需要的人 才学习官话 一直到雍正时期才有皇家下令 要求在福建和广州地区推行官话 据说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当时并没有推官成功 但是这一举措对后代的官话普及 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到现在官话这个词的直接的英文翻译 Mandarin还对应着汉语普通话的概念 仍然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广泛使用 可见官话这个词的影响力很大 也侧面证明了在明清时期 人们就已经对汉语共同语这个模糊的概念 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和比较一致的共识 国语这个词出现于20世纪初 在清朝末年 当时就开始有人提议把官话证明为国语 在民国政府成立以后 1913年举行了各省代表参加的读音统一会 在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就是力求确定国音这个国音的语音标准 当时北方官话的代表北京音具有人口优势 而南京音被认为与中古音更接近 更雅更利于传承文化 双方各有优势争论的非常的激烈 最终议定出来的结果是平衡了各方诉求的 提出国音应该以北京语音为基础 但同时要吸收其他方言的一些语音特点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包括要区分监团音和保留入生 这些南方方言的一些语音特点 所以这个国音的标准呢 实际上是一种南北方言混合的杂柔音 后人也称它为老国音 老国音是一种南北平衡的产物 它最大的问题在于 它不是任何人的母语 没有任何人的发音能够成为标准参照 所以推广起来面临很大的问题 很多规范都很难制定 在1922年 赵元任先生在哈佛大学录制老国音教学唱片 他录制唱片以后就曾感慨的说 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的国语 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面对这种现实 也以及实际推广中的诸多难题 很多省主张应改为以北京音为标准 直接推广北京音 到了1924年之后 国语统一筹备会把北京音定为了国音标准 这个就后来被称为叫新国音 所以新国音其实是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的 新国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 以活的北京的方言为标准 取消了入声不分奸团 在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 确定了新国音之后 1928年国民政府正式推行了国语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 在抗战胜利光复台湾后 国语运动迅速推行到台湾 并且推行成功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国语在台湾地区一直通行至今 而且国语这个名称在台湾地区也一直保留到现在 好 终于到普通话了 普通话这个名称正式登场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 将普通话取代国语定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 1956年国务院颁布指示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内容 总结为以下三句话 第一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就是普通话内容的三句经典的句子 至此 普通话这个词有了法定地位 那么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这个定位说了很多年 不过近些年民族共同语的提法又有了一些保留和调整 最新的更官方的提法是国家通用语 从民族共同语到国家通用语 这个提法的改变一定是有很深的意味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普通话的普及范围和官方地位 在新时代拥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好 我们可以看下一页 那普通话的意义我们已经了解了 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 那么方言的存在有意义吗 我们还需要方言吗 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我用几句话来简要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 普通话是超越各方言之上的共同语标准音 直白地说 普通话的地位是高于方言的 在使用范围 重要性 法定地位等等各方面都超越了方言 但第二点我要强调的是 普通话不是无根之木 不是无源之水 它必须植根于方言之中才具有生命力 否则就会僵化 就是说 普通话是一种真实使用的活的语言 必然会从方言中不断吸收词汇语音的变化 也必然会受到方言的影响 语言就是有人使用才有生命力 而有人使用呢 就一定会产生发展和变化 第三点我要说的是 普通话和方言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呢 界限是模糊的 他们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的 比如说 普通话和东北话 我们一听就可以判断出来 他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但这位呢 他说的是很有东北特色的东北方言 这个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我们很难说清楚 哪些成分是普通话的 哪些词汇一定是东北话的 这条界限呢 是始终在不稳定的动态发展的 这个就是说 这个原因呢 就是说有些方言成分是不断 有时候是会被普通话不断吸收的 但是有时候又被普通话排斥在普通话的标准之外了 这是由社会需要所决定的 这个动态平衡是我们需要理解的 所以还是说普通话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死的人为规定的标准 它是鲜活的 它是植根于方言之中的 第四点 普通话区别于方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它具有规范性 普通话是共同与标准因 必须以规范性作为其存在和推广的基础 所以我们有普通话水平测试 测试大纲 教学大纲 新华字典 现代汉语词典等等 这些都是在为普通话提供规范和标准 但是再次强调一下刚才提到的 普通话是活的 动态的发展的 因此普通话的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要随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 好 那在所有的方言之中呢 有一种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最为密切 这就是北京话 现在我们来说说普通话和北京话的关系 刚才我们说这是不一样的 普通话历史上没有被称为北京话 这是我们的这个问题 那到底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来详细的说一下 用一句话来说 普通话和北京话的关系 就是共同与方言的关系 但是为什么说他们俩关系最密切最紧密呢 重要的一点就是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 这就决定了北京话的特殊地位 那么一定就有人问了 为什么偏偏是他 为什么中国那么多方言 为什么偏偏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呢 这就涉及到历史上我们号称 经国之争的一段公案 还记得刚才我们提到过老国音和新国音吗 所谓经国之争 经是指直接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新国音 经国之争的国是指那种南北杂柔的人造标准音 老国音 在这段历史时期跨度非常长 从刚才提到的1913年的第一次读音统一会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才最终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 普通话的名称和内容 期间有很多的争议和争论 今天不展开讲 总之从这些争论中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以北京语音为现代汉语标准音 是历史的选择 不是少数人人为规定的 事实上 后来学界也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 学者们普遍地认为 从一种没有人说的语言 到确定以北京音系为国音的标准 是符合语言规律的 普通话不是人为拼凑改造的 而是以一种有影响力的 现实应用的语音系统作为标准的 是鲜活的语言 好 关于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关系 我们再多说两点 第一 北京话中的方言成分是最容易被普通话吸收的 比如我们看这个 我们可以看这个紫色的例子 挺高兴 一块去 让人给揍了 现在我们听起来是非常自然的 很合乎规范的标准的普通话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从北京话的方言中吸收进来的 已经和普通话合而为一了 但是呢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的是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主要是音系层面的概念 并不是说所有的北京音都标准 比如说北京话里有大量的儿化音和轻声音节 它只有部分进入了普通话 还有很多都是北京话里的语音现象 并没有成为我们的普通话的标准 比如这儿有几个例子 这几个儿化词 时候 记性 花样 茂烟 这几个轻声的 自然 实践 规模 高明 艺术 就我这么一说 用这个儿化和轻声这么一说 就会感受到浓浓的这个北京方言的特色 那这些呢还是保留在方言中 没有进入普通话的标准 好 另外呢 北京话里面还有一些 一些图语啊 就是北京方言的一些词汇 并没有进入普通话里面 这儿也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 举气 丁了 点背 不招三 不招四 这些也是北京的独有的一些图语 可能很多没有在北京生活过的这个老师们 都不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 对 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标准音 我以防这个大家好奇解释一下这个意思 举气就是指人这个很大方很仗义 丁了就是离开了 好了 老师们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留言 丢背是什么 丢背的意思是什么 运气不好 运气不好 不招三 不招四 就是做事 可能不靠谱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 怎么说呢 做事不太 不太规矩吧 不守规矩 不靠谱 大概这样 对 不招调 对 不招调 那也是 也是一个方言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 靠不住吧 这个意思 说话做事 靠不住 这样的意思 好 这些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方言词 那这些词 有可能 有可能过几年 真的能被普通话吸收 但是有可能又过了一段时间呢 又被普通话排斥 那这个吸收和排斥都是根据社会需要来决定的 所以在这个这条线上一直是保持动态平衡的 总之 普通话比北京话的使用范围广泛的多 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呢 不仅是在全国 而且在海外也被广泛的使用 现在学汉语的留学生学的都是普通话 而不是北京话 但是普通话呢 它只是汉语方言的一种 在这儿我们就把这个两者的关系又详细的说明了 好 那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讲完了 现在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 那了解了普通话的由来和定位之后 我们来介绍一下普通话的语音系统 首先问老师们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普通话的一个音节包括几个部分 比如说一个音节 妈妈妈的妈 这个音节可以分解为几个部分呢 请老师们在留言版留言对吗 可以 对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三个部分 哪三个部分 生母 育母和声调 妈的生母是摸 阿 育母是阿 声调呢是第一声 一个音节是这三个部分 那么下面就抛出第二个互动的问题 普通话里有 多少个声调 多少个生母和多少个育母 这个我给大家一点时间 请大家输出你的答案 哦 我们这位何明乐老师 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打开麦克风一会儿这个 来回答一下 因为何老师是一位非母语 非中文母语学习者 现在在美国还教这个美国孩子学中文 几个声调 几个声母 多少个育母呢 嗯 有的老师的答案非常接近正确的答案非常好 啊 好 何老师可以 哎 王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对 您可以说答案吗 其实我对这个生母和岳母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声调应该是有五个 有五个声调啊 哪五个您可以说一下吗 啊 哎呀 这个 哈哈哈 很专业的名称 比如说杨 应该是杨胜啊 啊 很专业很专业 啊 有有平的 啊 哎 有平的 有声的 有降的 对 对 有历史上的一些名称但是 啊 对 有平的 啊 嗯 就是 像你刚刚说的 还有降的 还有这个低的 高的低的 还有轻声 低过语 啊 包括轻声啊 对 对 好 很多老师 谢谢 谢谢何明乐老师 很好很好 非常专业啊 而且还知道历史上的名称 历史上我们常常说的 阴阳赏去 可能是何老师想说的意思 啊 好 呃 很多老师提到的 对 有一个老师说 对阴阴阳评 赏声和去声 那是四个声调 啊 好 还有很多老师提到的是五个声调 嗯 也也不能算 也不能算不对 一般呢 我们 我现在公布答案了 一般我们说 普通话有几个声调呢 是有四个声调 那 那第五个声调是哪来的呢 就是说所谓的轻声 呃 有一些 嗯 不光是不光是应用者吧 有一些专家 甚至也提到过 没准可能轻声也是 也是一种声调 但是呢 呃 普遍就是 特别 一个共识的一个观点呢 轻声它不是一个声调 所以在我们的教科书里边呢 还是四个声调 这四个声调呢 是呃 呃第一声音频 刚才老师提到音频第一声 第二声呢 是阳频 第三声赏声 第四声呢 是去声 对 好 那么有多少个声调呢 呃 我的答案呢 是二十一个 刚才有很多老师的答案 也非常的接近 好几个 好几位老师写的就是二十一个 非常准确 二十一个 也有老师写的是二十二个 二十二个也没有错 就是把零声母的音节 也算作了一个声母 好 韵母有多少个呢 韵母有多少个 刚才我看最多的 刚才我看到最多的一个答案呢 是三十九个 不多 非常是很准确的一个数字 好 但是我今天要说的呢 是又加了一个四十个 这是我的答案 四十个韵母 我一会儿 一会儿再解释 这个多出来的都是在哪儿 那也有老师说的是 这个六个 六个韵母 可能您说的这意思呢 是单原因 这个单原因韵母 基本的原因呢 您说有六个基本的单原因 这个也还是很有 也是有根据的 所以老师们对这个 普通话的这个基础的 知识 还有这个感性的认识 是非常的准确的 也非常的丰富 好的 好 那我们来 一个一个来说 先说一下声调 声调又 我在这儿列的是四个声调 第一声音频 第一声是很高的 我们从一二三四五 一度到五度 从一到高 第一声 我们看特点是又高又平的 第二声呢 是从中间往上升 升到比较高的位置 第三声的特点呢 是低 它是它最大的一个特征 就是低 它是一个低凹调 后面有一些声尾 但是声的没有那么高 这是第三声 第四声是一个 从高到低的一个高降调 这是四个声调 好 那关于声母呢 下一位 谢谢 声母有二十一个 我没有把零声母算进来 如果加上 就有一些音节 它是没有声母 我把这个算上的 可以说是二十二个 这我列的是二十一个声母 好 育母 我们看到育母 有多少 有四十个 我列了四十个育母 好 在这儿啊 我们的教科书上 提到育母的时候呢 有 有好多 好多说法 一种有提过三十六个 也有三十八个 三十九个 那最多的是到四十个 好 如果是三十九个呢 常常是没有包括这个 这个U 这个第二行的最后一个 这个U 如果说三十八个呢 是不包括第一行的最后一个 这个A 这些都是语气词用的非常少 这两个如果不算上呢 可以说三十八个也没有错 好 还有三十 最早的三十六个呢 是把那个 呃 这个 第一行的 倒数二三 那个紫色的两个 呃 两个育母呢 把它归到了那个一 归成同一个音位了 这两个呢 是 呲呲呲后面的呲 和支持呲后面的呲 这两个归到了一的音位 所以那就又少了两个 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 因为因为这个 这几个方面的界定的不同吧 所以造成我们这个育母的数量也不同 那在这呢 我提的是这个四十个 就把能算上的 呃 只要是 只要是提过的 只要是出现过的 我都把它算进来了 所以是运务四十个 好 因为这个数量比较多 我们就不在这一一的读 就不在这一一的读 这些生母和孕母了 我们来换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 我们来了解 来感受一下普通话 每一个生孕调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展示两首很有名的诗 一首是生母诗 还有下一页呢 是孕母诗 好 这两首诗呢 我们可以看到下一页 孕母诗 好 这两首诗呢 是中国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创作的 呃 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看看生母诗采桑 有二十一个字 它的每一个字的生母都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二十一个字代表了 呃 普通话里边的二十一个生母 孕母是一样的 它有四十个字 每一个字的孕母也不同 也就是每个字代表了一个孕母 好 那我们 请 想请老师 对 想请 因为老师呢 呃 带着我们把这两首诗读一遍 其他老师我们也可以自己跟着读 我们就可以把普通话里边的所有的生孕母 都读一遍 都感受一遍 好 请哪位老师读一下 那我就请王燕老师吧 王燕老师 好 特别好听 好 欢迎王燕老师 好了 王老师您好 那 采香 春日其美枣 采香 金蹄鸟 风过 扑鼻香 花开落 知多少 嗯 非常好 好 那孕母师也请王燕老师 孕母师我们请林兰老师来好不好 好 林兰老师我记得在给大家做春节的这个 呃这个祝福的时候特别朗诵了一首诗 哇好的好的太好了 林兰老师方便吗 好谢谢 补鱼 鲁鱼 人远江空夜 浪花 一周清 尔涌 AO调 鲁鹤 矮阿生 网照 波心月 甘川 水面云 鱼虾 流瓮内 快活 四十春 哇非常棒 两位老师都特别专业吧 非常专业 很动听 而且发音很标准 非常好 我们跟着这两位老师 就把普通话的声韵调 都整体的浏览和过了一遍 非常好 那我要说的 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下 这两首诗呢 是由中国的著名语言学家 周有光先生创作的 周有光先生呢 他为汉语拼音的制定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主要是上世纪的50年代 之后 对 在1954年 因为周有光先生之前发表出版了一些 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 所以呢 他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 那1955年10月 这个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呢 周有光先生也是参加了会议 并参加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也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证词法基本规则 那这个规则也是在1988年正式公布的 也成为我们现在用的汉语拼音的一些规范的一个典范 那周有光先生被誉为是汉语拼音之父 这个名头非常大 我们也由此也得以知道 周有光先生对这个普通话汉语拼音做的这个巨大的贡献 对于这个称呼呢 先生本人是 他是觉得是过誉了 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汉语拼音这个 这一套方案 他不是从50年才开始一个新的东西 其实早在这个1965年 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 就做了一套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语注音的方案 后面还有这个清末的学者卢壮章 还有这个1916年就是辛亥革命之后 林语堂倡导 然后赵元润先生开始研制的国语罗马字 一系列的这些先贤大师们 都为汉语拼音的这个创制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所以我们再次致敬 当然致敬周有光先生 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创制和制定 做出贡献的这些前辈和先贤们 好 那这一段我们第二段我们讲到这 下面我们来进入第三段的这个讨论和学习 好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汉语拼音 与汉语普通话语拼教学两者的关系 我们先主要介绍一下汉语拼音方案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方案 好我们可以看下一页 刚才我们已经大略回顾了汉语拼音化运动的这个里程 该提到了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历史拉进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也就是在1958年2月11号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批准颁布了汉语拼音方案 由此汉语拼音具有了法定的地位 汉语拼音方案它是一套拼写 普通话标准音的字母形式和拼音方式 用途是十分广泛的 首先是用于教学 这是我们每天都用到的 用于教学 不仅用于普通话教学 汉字教学 还有国际中文教学 除了用于教学之外呢 另外还用于其他的许多领域 比如说这个中国人民地名罗马字的字母的拼写 外国人民地名的转写 音译科学技术术语 文献检索计算机清晰处理等等 还有少数民族创制改革文字 盲文手语设计等各方面 我们都需要用到这个汉语拼音方案 那么因为这个汉语拼音方案 是用于这个用途非常广 它不是只用于教学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说一说 我们可以看下一页 现在我们要说一说 这个汉语拼音教学和语音教学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要说的是 它们不是一回事 两者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汉语拼音教学的目的是 教学一套字母形式和拼写方式 但是普通话语音教学呢 是教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正确发音 和训练发音能力 所以这两者 拼音教学和语音教学 它不是一回事 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两者又有密切的关系 汉语拼音是学习普通话的有效工具 普通话语音教学中呢 包括汉语拼音教学 你需要这个这套拼音系统 来作为这个教学和学习的工具 所以呢 也离不开汉语拼音教学 我们普通话老师 必须从教学对象出发 对拼音教学的内容 进行一些有必要的变通设计 使学习者一学一继任 还有一掌握发音 为什么要对拼音内容 进行一些变通设计呢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这个拼音方案 它不只是为教学设计的 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 所以它一定会存在一些 并不适用于教学的一些方法 有很多地方是需要说明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赵尔也说到了 就是我们在这个语音教学中 要遵循汉语拼音方案 这个是要遵循的 但是有一些方案中的内容 是需要我们解释说明的 并不能把这个方案 直接拿过来用 拿过来教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 具体的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 做一些变通处理和说明 好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 这个又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请大家看一看 下面哪组音节的韵母是一样的 它们的发音是一样的 我给了大家八组 请大家看一下 我们还是请在线的老师来 好 请一位老师 那我们刚好看到 吴静静老师在 吴老师方便吗 我在 好 吴老师好 你好 王老师好 就是读一到八的拼音是吗 您可以告诉我 就是哪一个 哪一组是一样的 就哪一组这个 玉母是一样的 比如说第一组 这两个玉母一样吗 第一组 嗯 第一组这个 对 这两个音节的玉母是一样的吗 玉母是一样的 对 这是一样的 一 二 三 四 都是一样的 它们的玉母都是一样的 然后八也是一样的 八也是一样的 嗯 好的 其他的呢 五 六 七呢 五 六 七 好像不一样吧 不一样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吴静静老师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看很多老师留言也是 很多老师同意这个 八是一样的 是吧 八是一样的 嗯 有的老师说 是一样的 但是 嗯 具体的 发音是一样 对 对 对呀 对呀 没错 没错 我现在公布答案 好多老师 对五六七八是一样的 非常好 我公布答案 第一行一二三四 它的写法是一样的 看起来它的玉母是一样 其实发音都不一样 第二行五六七八 它的写法都不一样 我们仔细看 它的玉母的写法都不一样 但是其实它们的发音是一样的 它们代表的是同样的玉母 第一行看着一样 其实不一样 第二行看着不一样 其实它们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不能把这个汉语拼音方案 直接拿过来用 直接拿过来教的一个 最关键的问题 有很多的地方 是在教学里面 是需要我们着重的去解释 强调去做一些 甚至做一些变通处理的 那总结这个八组 这八组各有各的问题 我们总结起来呢 有四个规则 我觉得是在我自己的 个人教学中是 最首先要跟同学们说明的 你们在这个学习拼音的时候 这些地方都是 都是要特别小心的 一不小心就错了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看这四个 四个这个评写的规则 好我们看下一页 第一个就是这个 之痴诗语 之痴诗 后面的这个玉母 它写的用这个 i这个标写的这个玉母 它的发音不是 e和这个 bpme 这个ne 这些都是不一样 它的发音不是e 它们是一个舌尖 舌尖原因 在咫痴诗诗 后面是 它的这个玉母呢 是诗 它是一个舌尖后原因 在呲诗的后面 它的玉母是 诗 这是一个舌尖前原因 好 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给了我给同学们看的例子 我会把这个1 单独标成红色的 就是提醒 提醒学生注意 你不要把吃说成7 把食说成习 好多好多同学 很多国家的学生 都是7饭 习一个 习一个 还有这个也是 公C 生习 这个C 都是把它 这就把这个玉母读错了 把它当成1来学习了 那这个是我们的方案给 其实是方案给这个 普通话教学 造成了一个容易混淆的点 那是我们老师需要把它提出来 需要解释清楚的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第二个规则 我们可以看到 下一页 第二个规则 就是这个 这几个三合元 对 这几个富裕母吧 这个几个富裕母 幽 威和温 当他们前面有一个生母的时候 他们中间的这个运河的字母 就丢失了 它的 其实它应该是IOU 它的发音也是IOU 但是如果前面有一个丢球 有一个生母的时候呢 这个O就不写了 可是 如果我们不说学生怎么知道 学生一看到 他就说的是丢球 他就是照着字母来读 那就错了 所以也是我们要强调它的 对教学中有时候 其实我们都可以把这个O给 在交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O给补全了 这样可以引导它 记住 能学会读准这个发音 这个WIN也是 把这个中间的这个 A给省略掉了 很多人一看就是 TRI 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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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音是不对的 昏也是 很多人都是集昏 昏 它其实应该是昏 中间是有一个A的这个运河 是非常重要 不能丢的 但是我们把它省写了 那老师要交给学生 这是第二种 第三个呢 这个刚才好多老师都发现了 就是第八组 那两个是一样的 就是有点和没有点 是一样的 它都是 Y 就是说在G7C 生母G7C的后边 它这个字母U 这个字母U 没有两个点 但是其实它的发音呢 是应该有两个点呢 是YU 而不是U 还有这个呢 它是一个单元音 如果单元音的YU 它写成YU 但它其实它的发音呢 也是YU的音 所以 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看到这个学生一定说的是TU 一定说的是JU 它没有把那个YU的音读出来 读的都是U 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把这个 这个U的音节 也是标成一个 很明显的颜色 标成一个粉色 或者一个红色 也是提醒学生注意 这几个都是发音是YU的音 好 哦 所以下一张 好 刚才没有翻页 对不起 有老师提醒的是下一张 对对对 我再说一遍 就是G7C后面的这个字母U 它都是有点的 都是YU的音 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最后一个规则 最后一个规则是这个 不扑摸 好 在这个不扑摸摸摸的后面 它拼写的是BO 但是其实它的发音呢 是BUO 中间是有一个U的音的 所以很多同学说 读的是不扑摸摸摸 这个萝卜 它读着萝卜 波罗 都是这样的音 它就把这个U给丢了 那我们教学的时候 一定也告诉他们 不 这个写的是O 但是其实它的韵母呢 是O 中间是有一个U的音的 好 所以我们 我们可以回到 可以请老师回到 那个刚才互动问题的那一页 就那八组音 对八组音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那其实就对应了 刚才我们说的几个规则 第一个 咪和之 一个是舌面音 一 一个是舌尖后音 这两个不一样 滋和 一个是舌尖前音 一个是舌尖后音 这两个也是不一样的 好 猪和居 一个是乌 第一个是乌 第二个是乌 是有两个点的 第四个 君和敦 因为在七的后面 两个点去掉了 其实它的韵母是 云 但是在 敦的后面呢 它的韵母是温 好 那第二行呢 其实是一样的 U和溜 写的是IU 其实它的发音是 IOU 是和U是一样的 好 第六个也是温和昏 它们的韵母都是 UEN 都是温的音 第七个就是 刚才说的这个波和多 虽然写的是BO 其实它的发音是BUO 它的韵母和多的 这个窝韵母是完全一样的 第八个就是 U和虚的这个区别 这个就把这个问题 给解决了 也是我们在教学中 需要解决的问题 好 那现在第三个问题讲完 我们可以进入 第四个问题了 第四个问题 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普通话 语音的特点 当然是相较于外语 特别是英语 我们熟悉的英语 而且也相较于方言来说的 首先呢 是普通话声调偏行嘛 我们的普通话教学的理念 永远是声调是最重要 是第一个要教的 先说一说我们普通话的 四个声调 好 我们可以看下一页 大家都知道 汉语是 汉语是声调语言 这个和英语 很多拉丁语系 还有一些 这个 安尔泰语系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的汉语 是有词汇的 声调的 就是每一个音节 它都有一个固定的 绑定的声调 和这个音节 是这个音节的一个组成部分 刚才我们也说音节有三个部分 声母 韵母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声调 这个声调是这个音节的 固有的一个特征 这个是绑定的 是不能分开的 但是在英语里边 就没有这个 它一个音节 就是 就是辅音和原音 它是没有声调这一层的 这就造成了我们 汉语和 其他一些非声调语言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两张图 这两张图的两句话 一个是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汉语的话 这个英语呢 就是What's your name 其实这个语调上 就从整体这个语气语调 包括这个问内容上 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音高 这个是音高的一个线 就是完全不同的特色 英语的这个 就是一个比较平稳的 如果用波浪来形容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平静的 一个海面 有一些微浪 但是这个汉语呢 它这个 当然它也是比较平静的 局部的 它这个连依 这个小波纹是很多的 局部的这个浪的 这个 这个抖动的范围 是比较密的 这个是汉语的一个特征 这就是汉语声调起的作用 我们可以自己一起读一下 感受一下 我们的音高的变化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的声带 上下抖动 这个音高 高音低音 松紧的这个抖动的 频率是很高的 你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们说英语的时候 What's your name 基本上是平的 一开始高一些 到最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下降 这个是比较缓和的一个抖动 所以这是 普通话相较于外语的 一个很大的特点 那么相较于 相较于方言呢 我们可以看下一页 相较于方言的不同呢 就是普通话是有四个声调 而我们很多方言里面呢 有多有少 这四个声调不算多 有最少的可能轻达话三个 但是特别多的呢 有广正话 广正话有九个 也有七个六个的 这个是这个声调的数量不同 还有一个不同呢 我们可以看这两个图比较一下 第一个图是老师的标准的普通话发音 第二个图呢 是这个粤方言句啊 就是广东话的一个学习者的 这个普通话发音 最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上下的这个音高的差距 是不一样的 普通话的这个音高差是比较大的 妈妈妈妈 低的特别低 高的很高 很高啊 特别是第四声骂 是从很高的地方降下来 但是学习者呢 可能说的是妈妈妈妈妈 就是它这个音高是比较缩的 而且比较是在这个 这个音域是比较窄的 这个是学习者比较难于把握的 他可能说平没问题 但是你要让他把这个平调说的高 说的这个差别 音高大 这个是他比较难把握的 这个是我们普通话相较于这个 相较于方言的一些特点 好 第一个是声调 第二个呢我们看看 第二个特点 我们可以看下一遍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普通话的音节结构 有哪些特点 好 第一个刚才就不说了 就音节结构声音调 三个组成部分 第二个呢就是 普通话是没有复复音的 那我们英语里边都有啊 就像这个第一行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 bless please great 这个都是复复音 blur 这样的复复音 但是我们的普通话里边是没有的 都是这个机器系 像这个支看起来是两个字母 但是它是 它不是复复音 它只有一个复音 它是一个色彩音 好 这个是一个 然后第二 第三点呢 就是普通话的复运母 是很丰富的 刚才我们说普通话有多少个运母 有40个 这个在各个语言里边算是比较多了 相对于方言来说也是比较多了 有丰富的复运母 复运母有好几类啊 第一行我们第一行是叫二合复运母 有两个 两个原因合成的 第二行呢 这个是笔运母 对 第二行是这个笔运母 第三行呢是三合原因 就是有三个因素来合成的 那我们在这个 因为复运母 很丰富 但是它是属于一个运母 就不管你是几个原因来合成 我们都是用一个音节的时间把它读完 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教学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难点 就很多学习者呢 比如他读这个 安 像英语的 英语的学习者 他一定要把那个 n发的很饱满 安 一定得非常饱满 他觉得才是对的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 普通话来说 没有那个 n没有归音到位 这个诗 也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对我们来说 它是一个 一个单位 是一个音节 就是n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 y啊 比如说y 很多学习者都会读成 y y 就每一个都读得很饱满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运头 前面的运头 是非常饱满的 那这个最后的运尾呢 都是只要有一个趋势 就可以了 y y 我们没有 并没有说成 y 是它是有一个 化合的过程 所以这个是我们 普通话 这个音节的一个特点 好 第三个 第四个 第四点呢 就是辅音 辅音的运尾 比较少 只有n和n 这两个 一个是前鼻的运尾 一个是后鼻的运尾 没有其他的入生运 群里如果有老师 试这个乐方言区 或者其他方言区 就知道 这个在 在乐方言区里边 有这个运尾 波特科的这个对立 这个我不会读 但是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普通话的话 l 就是一个原音结尾 但是呢 在这个 广东话里面 那是 大概这样的音 它有一个这个 per的结尾 但是普通话 是没有这样的运尾的 最后一点呢 就是这个 着辅音少 普通话里面 着辅音 就是发声的这个辅音呢 只有 摸 勒 勒 和 日 其他的都是 轻辅音 像 波 波波 波波 摸 波波波 波波 德特 歌科 都是轻辅音 所以我们 普通话听起来 是比较清脆的 而且再加上 它没有这个 辅音的韵味 还有这个原因 这个韵母 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听起来 是很响亮 很清脆的 这是我们一个听感 原因就是在于这样 我们很多学习者 特别是这个 外语的学习者 我们常常会 听他们说的是 比如说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 驴食 就是很沉 他就是把这个 把我们的这些轻声母 这个波波 都读成了 着声母 我们说知道 知也是一个轻声母 很清脆的知 但他们都说 知道 知道就把这个 着音给说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语音的特点 好 下面关于音节结构 下一个 下一个 我们可以看下一页 下一个这个 普通话的一大特点 就是它是有轻声的 这个是一个 很非常鲜明的特点 刚才老师们也提到 都把这个轻声 恨不得把它看成 第五个 第五个声调 就说明轻声的 这个地位 在普通话里面 是非常重的 它占的比重很大 那普通话 这个轻声呢 指的是叫 是词汇层面的轻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轻声 这个这个音 它已经进入词典 就在词典里面 就规定这个音 它就是个轻声 比如说东西 东西在词典里面 你查它就是轻声 如果你把这个西 读的不是轻声 读成了东西 它就变成另外一个词了 它的意思是 是东边和西边 但是东西的意思 就不一样 这个大家知道 stuffing 是这个意思 还有地道也是的 如果是读轻声 地道 意思是很正宗的 这个authentic 这个正宗的这个意思 如果是地道 意思就是subway 就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常常是用 都用这个轻声的这个音节 来区别词意 它是这个作为词的层面 保留在这个词的语音里面 好 这个下面一个呢 这个明白 明白虽然它不能区别 如果明白 当然我们也能明 也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但是 只要你说明白 那我就觉得 你这个词就说错了 它就是只能是明白 词典里面的意思 它就是一个轻声 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普通话的轻声 它是词汇层面的轻声 轻声其实每个语言都有的 你不可能一句话全是重音 肯定有轻声的 但是作为词汇层面的轻声呢 这个是普通话所独有的一个特性 好 那下面一个互动问题 请大家来参与一下 就是下面 刚才说的这些轻声音节 它有很多的语音的特点 下面哪一个不是轻声音节的特点 我们有ABCD 请老师们选择 那我请Miami的张霞老师 张老师是弗罗里达的对不对 张老师 对对对对 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 我猜一猜 我觉得失去原来的声调 应该是它的特点 因为好像是那个语音的思耀素 是有一个失去原来的声调的调值 是吧 然后时长短 我觉得应该也是吧 然后音量小也是 然后这个DC我觉得 有的时候会遇到 比如说我们三声的音节之前的 青声之前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姐姐对吧 喜欢有很多外国人的习惯 每次说习惯 老师找不到问题 其实就它那个轻声的原因 就通过前边一个音的词汇 它也是有变化 所以我这个我有点 最大的可能是C 但是我觉得也不太 像这种特殊情况也不太应该选择 应该是不是有其他的答案呢 张老师看来是很有教学经验的 对您的直觉非常准确 而且也很有这个理论的依据 对 A和B 它就是轻声音节的特点 这个C呢 您刚才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 它就是根据前一个音节的声调而变化的 这个姐姐它这个变高了 一会我们再看 音量小这一点 它反而它不是轻声音节的特点 一会我们来看 所以这题的正确答案是D 我刚才看留言区 好多老师也选择的非常准确 好多老师写的选的是D 这个音量小 它恰恰不是轻声音节的特点 这个轻声好像听起来是 这个名字有一些误导 好像让我们觉得轻声是不是就说的声音小 就是轻声 但恰恰不在这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一起再分析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个语图 那可以看到下一页 好 我们起来 我们从语图上做实验的分析 这个词是妈妈 妈妈可能大家能看到 这个黄 雕黄色的地方呢 是一个轻声的音节 是第二个妈 妈妈 好 我们看上面那个蓝色的线 大家看到没有 蓝色的线是它的 音高 就是它的声调 第一个妈是一声非常平很高 第二个妈是轻声 它就降下来了比较低 所以这个轻声音节的音高是变化的 它是没有失去了原来的这个声调的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最下面灰色的 最下面一行 最下面一行 就灰色的上面 有一个0.379 0.265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是时长 就是第一个妈 它不是轻声 它是379毫秒 第二个妈呢 是轻声 它是265毫秒 所以很明显 轻声音节是短的 它是比第一个是短的 好 那最后我们就来看音量 音量我们在这个图上 从哪可以看到呢 我们看看上面 一个黄 有一条细细的黄色的线 细细的黄色的线 对吧 这个 好 黄色的线 这个黄色的线呢 就是表示音强 就是它的能量 那第一条线 我们看第一条线 它的高 高的地方 这个是比较高的 那第二个音节呢 它最高的点核 第一个是持平的 它是平的 它并没有音量变小 并没有能量变小 那有的老师说 最后它不是很低吗 对 那是因为它发音到最后了 我们看第一个音节 一开始它也是很低的 因为它是刚发音 所以除去前后的两段 也这个能量的减弱以外呢 中间的这个 中间的这个稳定段 它的音强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说轻声音节 它的特征 并不在于它的音量小 主要是在于它的时长短 还有它的音高 发生了变化 本来这个妈 应该它是一个医生 我看刚才有老师留言 本来它是一个医生 是阿 但是呢 在轻声的时候 变成了妈 它失去了 跟它本来的音调 是没有关系的 不管你以前是一声还是二声 在第一声后面的这个轻声 它的这个音调 都是一个低的 比较低的一个降调 所以这个是它失去 本来音调的意思 不光是妈妈 比如说 比如说桌子 子它本来是一个第三声 但是和这个本来 第一声的这个妈 它的这个音高是一样的 它没有保留 它本来三声的这个音高的调 我们再看 可以往后翻 可以往后看一下 下一个爷爷 爷爷的这个例子 爷爷这个 后面的这个第二声 也这个爷 它本来是一个二声 它应该是一个上扬的 但现在也变成了一个低的降调 它失去了它本来的声调 但是呢 因为它在二声的后边 它这个下降的这个高度呢 比刚才在一声后面要稍微高一些 就是它的音高是随着前面这个音节的音高呢 来改变的 好 再看下一个例子 就是刚才张霞老师提到的 一个类似的例子 就是 刚才张老师提到的是姐姐 那我这儿的例子是奶奶 是一样的 就是在三声后边 我们看看轻声 反而变得很高 这个蓝色的线上去了 变高了 就是它的音高 是随着这个前面这个音调呢 它是会改变的 它是不太稳定的 但是它没有保留 它本身的这个三声的音调 最后一页是这个四声的例子 就是在四声的后面 在四声的后面呢 我们这个轻声是最低的 因为顺势而降 前面的霸已经降到最低了 然后顺势再降下去 就是它的轻声霸吧 好 下面我给大家一个对这个示意图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用一个点表示它的时长很短 这个绿色的点 是这个轻声音节的 表示代表了轻声音节 那它的音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上 它是上下波动的 在一声后面比较低 二声后面稍微高一点 三声后面是反而是高上去的 四声后面呢 它是降到最低 所以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 轻声音节的特点是什么 一个是它失去了本来的声调 第二个是它的时长短 第三个呢 是它的音高 随着前一个音节的音高而变化 是不是声音小呢 这个不见得 这不是它的特征 好 这是轻声 下面我们来讲讲这个 轻声的这个语音特点 我们知道下面我们看看 轻声出现的几种情况 如果是学中文专业的老师 肯定是非常熟悉的 对这方面的内容 就哪些地方是出现轻声呢 我们总结出了九条规则 这也不是我总结 这个是这个小课书上的 这个这个规律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呢 是这个结构注词 三个得 我的轻轻的说 跑得快 这些都是轻声 第二个 遮了过这个动态注词 听着走了 来过一次 这些是轻声 第三个 这一点呢 是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来和去 趋向谷语 就是在动词后面的 来和去 它常常是读轻声的 进来 上去 拿出来 拿出来恨不得 这个出也有可能是轻声 但是不一定 有的时候轻 有的时候不轻 但是来和去呢 大概率都是读轻声 跑上去 这个是轻声 好 下一页 第四个呢 这个语气注词 那妈巴 这些是轻声 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 好 下面第五个 词坠 门头子摸 这些词坠 是读轻声的 我们桌子里头 这么 这些是轻声 好 下面这个方位词 上下里 这个也是会出错的 比如天上 我听这个很多 普通话学员会说 风筝在天上 对吧 这个上读的特别重 但其实它应该是 风筝在天上 这个地下 屋里 这些方位词 是最好是要读成轻声的 好 下一页 第七个呢 是这个叠音名字 刚才我们的例子 全都是这一类啊 妈妈 爸爸爷爷奶奶 星星 妞妞 这些是叠音词 还有这个动词重叠 两个动词 重叠的形式 第二个动词 是读轻声的 看看 听听 谢谢 为什么我们说谢谢 不说谢谢 就是因为它是 一个动词重叠 第二个是读轻声的 最后一个是最难把握的 就是部分的 常用口语双音解词 这些是 这些呢 是我们 是没有规律的 但是唯一的规律 就是它常用 而且它是双音解词 第二个这个词呢 是轻声 比如说清楚 明白 眼睛 意思 如果读的 你没有读成轻声呢 意思 这个我们明白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但是会觉得 这个发音是不够标准 不够地道的 好 这是这个轻声的酒类 好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一个 互动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来了 然后给大家提供了四个句子 请 请大家找出来 这四个句子里边有 分别有多少个轻声音解 有多少个轻声音解 第一 我不能读啊 一读 大家可能听出来 那我请 我们的汪璇老师来 好不好 汪老师 汪老师不知道 可不可以打开这个麦克风 OK 好的 我打开了 我打开我的麦克风了 太好了 嗯 嗯 温老师好 您好 第一个句子 您看 您能数出来几个轻声音解呢 啊 哥哥 这是第一个 什么 第二个 十 第三个 回来 大概有四个 非常好 四个 非常准确 很好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还是 请温老师说吗 嗯第二个 对可以温老师就跟着四个都好 哈哈哈哈 好的 你们 门第一个真的 第二个明白 这是第三个 嗯 明白了应该是一起吗 还算是啊分开八 嗯算英杰 对 这是英杰 那这样就算是四个 嗯 嗯 明白 门 得 白白是吗 白也是 明白 对 白也是 还有八 你们都明白了 乐呢 乐呢 我就说刚才如果放在一起 就是算啊 四个 分开的话 那就是五个 分开 这是阴结 这个是独立的阴结 独立的阴结 那就是五个 对对对对 对对 很好很好 好的 对的对的 第三个 嗯 第三个是 我把桌子 这是一个 嗯 上的 第二个 东西 第三个 放进 第四个 抽屁 里 抽屁 这是 第五个了 嗯 啊 这个里好像抽屁 里 里好像不是 乐可能是 是一共是六个吗 嗯 六个是对的 嗯 但是可能 不太一样 就是我 我没有把这个进放 加算成这个 清 没有放 那就是把 对 对 替理了 抽屁 这对 后面三个都是 清生 都是 六六 好 最后一个是 这么 第一个 漂亮 漂亮的 这是 两个 嗯 不懂 不停的有那个 东西进来 OK 照片 片 三个 快 让我看看 这是四 一共是四个 嗯 一共是四个是对的 但是 漂亮的 这个是算两个 这么 漂亮的两个 然后最后一个 看看是四个 照片 不是照片 照片 照片它不是一个 清生 如果是 清生的话 它读的应该是照片 照片 哦 它是照片 还是要学习 继续学习 非常 非常 找到这个 王老师找的 非常准确 是对的 好 那我们公布 公布答案了 对 王老师 我在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 再请一位老师 刚好看着这个 正确答案 再读一遍 就是 有这个感觉 好 让杨静老师 方便打开 您的这个 麦克风吗 可以 好的 谢谢 就是把这个 四句话 再读一遍 对 刚好这个 正确答案 就在这 好的 王老师 你好 就读的 不低调地方 请多指 第一个 哥哥 什么时候 回来 非常好 第二个 你们 真的 明白了吧 第三个 我把 桌子上的 东西 放进 抽屉里了 第四个 这么 漂亮的 照片 快 让我 看看 非常 标准 很好 很好 如果 我们可以看到 一旦有 轻声的话 这个 这整个 句子听起来 就更自然 也是 更标准了 而且我们 说起来呢 也更省力 就是你可以 把这个语调 说得更 自如一些 好 刚才 杨老师 发音非常 标准 就有一个 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第三个 句子 抽屉 这个 T也是 一个 轻声 这个是 词典里面 就是这么 规定的 所以我们要按照 词典里面 就是抽屉 里面 把东西 放进抽屉里面 刚才我看 尤老师留言 就是这个 轻声怎么学习 是不是要死记硬背 不是要死记硬背 但是是要记和背的 就是 对 我们 就是刚才我们列的 这个九条规则里面 前八条 它都是有规则的 就是有规则可循的 但是第九条 这个确实是需要 我们去记忆的 那怎么记忆呢 其实可以通过提高 自己的语感 你在这个 多听啊 多和这个 普通话标准的人 多交流 在这个语感中 可以培养我们 这个对轻声音节的记忆 那实在不行 就是要 要记忆的 像我们参加 这个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时候 它有一个专门的 这个测试用的 轻声词表 这个是我们 必看 必记 必去读 去背的 这个确实是一个 不能偷懒的 不好走捷径的 一个方法 好 好 下面我们看 第四个特点 就是 对 第四个特点是 而化 而化运 嗯 这个而化是 这个普通话的 一个 一个特色吧 哎呀 我们的时间可能 也比较比较多了 我简单的说 没问题 别担心 我们就是 简单一些 说一下吧 这个而化是 这个普通话里边 也是非常鲜明的 一个特点 呃 常常很多 留学生就是 医学的时候 就说我 呃 我这个是 觉得是普通话 是北京话 因为北京话有儿嘛 其实普通话里边呢 也是有儿的 只不过 儿的这个数量 没有北京话 那么泛话 没有那么多 那而化有什么 呃 先说一下 而化的意思 就是把这个 我们看这个红色的 把这个V啊 这个Val V表示Val 原音 把原音呢 后面加上R 加上这个R音的 这个色彩 变成了同一个音节 它不是直接加上R 它是 化成了同一个音节 这个叫而化 就是这个原音 这里边 在这个发音过程中 就加了这个卷舌的色彩 这个才叫而化 所以一定不能把它分开 好 那而化有什么 而化有什么 这个作用呢 首先它不是随便 它不是随便意义的 就加上R的 它是有作用的 首先它是改变词性 比如说我们画一张画 动词的时候是 是没有R的 但是加上R呢 它就变成了名词 它改变词性了 画一张画 第二个改变词意 比如一块 一块钱 这个没有R 一块就我们一起去做什么 这个是没有R的 哪意思是which 如果是哪意思是where 这个意思都是不一样的 好 第三个呢 是更大的 这个使用范围更广的 就是表示一些感情的色彩 表示小的 或者可爱的 喜爱的 这个不太重要的 这些东西 使用不太严肃的 这个使用而的 比如小孩 小狗 这个可爱的 小的 老头你比较喜欢的 这个老头真有意思 你是喜爱的色彩 比如说这个有事吗 这肯定不是大事 就是问你什么时候吃饭 如果它出事了 那这个可能是个大事 对 好 然后还有这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这个馆 那我们说饭馆 茶馆 这个都是带R的 如果是图书馆 博物馆 这些严肃的 正式的学习的地方 就不带R 还有一个门 就我出门了 我们家这个前门 这个东门 后门 这些这个是有R的 但是从来永远没有人说过 天安门 一定是天安门 就是重要的严肃的地方 是不假的 这个是R的一个作用 好 那儿话怎么说呢 儿话怎么怎么才能说好儿话呢 这个儿话的音变的规则 是非常非常多的 儿话的音变规则是很多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去 一个一个记它的规则 我也没有给大家列出来 就是儿话音变的 这个总的一个 把这个把握的规律呢 就是一切为了卷舌 怎么能卷舌方便 它音变就怎么变 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要央化 就开口太大的 玉母变小 开口小的呢 变大 比如说哪 本来是开口很大的 但是儿话以后呢 它的口型就变小了 变成哪儿 开口就没有那么大了 因为你要卷舌 就不能把嘴巴张得太大 那后面这个 这个舌 舌 它本来是士 开口是很小的 但是它加上儿了以后呢 因为要卷舌 开口就得变大 就变成舌 开口就增大了 这是第一个 要央化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减少韵尾 就是像这个孩 孩 它本来韵尾是 一 但是加上儿话以后 就把这个韵尾给丢失了 没有这个一的这个音 就是孩 就是哈 哈加上儿 玩 本来韵尾是 嗯 但是有儿话以后呢 这个嗯的音也就完全消失了 就变成了玩 好 然后这个最后一个呢 就是加上运和 就是有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韵母呢 它开口非常小 所以我们要反而加上一个运和 让它能把儿给说出来 就是鸡 加上儿就变成尖 驴 加上儿呢 就变成驴 所以 不管它这个教科书上的规则有多少 其实的切的音变的规律呢 就是为了卷舌 你怎么能把这个儿的色彩发的饱满 你就会 就我们就会怎么去音变它 所以语言是活的 它不是人为规定的 所以这些都是有 跟你的这个生理的 发音的需要 还有这些 怎么怎么去方便 这个是来做这个调整的 好 儿话这个我们讲完了 下面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讲一讲 普通话的句调的 句调的特点 好 有三个吧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就简单的说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音高啊 是越来越 越来越低的 这个很多语言里面 都有这样的特点 当然一开始我们的气是比较足的 然后说到这个句子最后特别长的句子 越来越这个气越来越少 那音高呢 也就自然就会降低了 第二个呢 是这个叫焦点重音后的这个调域压缩 比如说这个句子啊 这个很术语 但是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 他说我 他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了 那这个重音在哪呢 在包上 买面包的 这个包是最高的 那么在这个最高的这个最重音的后面的这些音呢 都变低了 他的这个调域都是压缩了 都变成比较轻化的音了 我们再听一下 他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了 是很低的 很压缩的 勉强能听出来 他是哪个声调 但是他的调形是完全不饱满的 这个是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那很多南方的方言呢 可能就不会这么说 他们会说什么 他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了 就是后面都是扬上去的 那这个就听起来 就是南方方言的一个色彩 最后一点呢 就是重音有等句的倾向 这个也是再解释一下 就是你这个长的句子 你不可能每一个音节都是一样的时长 不可能是他连买面包的 不是这样说的 不是这么说的 那他就是重的音呢 他时间比较长 但是轻的音节呢 他时间就比较短 但是两个重音之间的这个时长呢 它是有这个等距离的这个倾向 这个是普通话句调的特点 后面这个下一页这个例子就 就不再详细的介绍了 就是跟刚才说的是一回事 好 那我们简单的说了这个普通话的语音的特点以后呢 我们现在最后来说一说这个普通话的正音的实例 林达老师我还有多长时间啊 别担心王老师 您就尽管讲 我们大家都学习着呢 我们还有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 这个是实践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 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普通话正音实例的一个这个讲解 好 分成五步 这个是我自己在教学中 用采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正音的这个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判断发音证物 第二个 你先得判断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第二个呢 是分析问题所在 它错了 它错在哪儿 第三点呢 是讲解发音要领 就正确的发音的要领是怎么发出来的 第四点呢 是寻找纠正方法 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图示法 手示法 或者是提杆法 各种各样的方法 你怎么能把它这个错的发音呢 纠正过来 好 最后一个呢 是巩固正确的习惯 纠正过来以后 我们要用大量的操练的练习 让它把这个正确的习惯给巩固下来 说到底正确的发音 其实是一种正确的习惯 没有这个习惯 它临时发对了 一点用都没有 它必须养成这个正确发音的 它的习惯 它的发音才能纠正好 才能面貌有所提高 好 好 那我们就举例子吧 举例子把这个五个步骤 我们来过一遍 第一个 下对这一页 可能想 我想请老师们听一听 这四个 这个是学习者的发音 这个是一个留学生的发音 不是中国老师的发音 看听听它的发音 有没有错 是对的还是错的 可以请一位老师再互动一下 某 哪一位老师可以在留言板 我再播放一次 老师们听一下 您觉得是对的还是不对 某 嗯 有老师说不对 不对 还有老师吗 还有老师 错 错 不对 好 下一个 好 那我们进去听一下下一个啊 娘 娘 也错了 哦 对不起 嗯 一下子就听出来也错了 对好 那么再听第三个 宣 这个呢 哎有不同答案咯 再听一遍 再听一遍 宣 这个怎么样 呃 有对又不对 嗯 如果严格的说呢 严格的说也是不对的 嗯 严格的说是不对的 哈哈 好 那我们听最后这个啊 嗯 见 见 嗯 也是一下听出来是不对的 对的 好 其实我选的这四个都是错的 都是不对的发音 好 首先我们得判断出来 它对还是错 如果判断不出来 那没有办法纠正了 所以得先判断 好 下一步我们看下一页 那我们来看看分析问题所在 它错在哪 好 第一个呢 这个它说的是 我模仿它一下 它就是把这个摸的这个窝 它没有把中间这个嗚给读出来 它把它当成一个哦 单元音来读了 它其实是一个复原音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规则 在拨泼摸缝的后面这个哦 它的发音其实是窝 它都是抹 应该是抹 把这个嗚给省略了 好 第二个呢 它读的大概是两 两 是二声 二声我们是上升的很抬高的 很高的 是一个上升的高调 但是它读的呢 它读成了大概近似于三声的这个调 就是它上升的不够高 读的太低了 好 第三个刚才有问题啊 就是它说的呢 是宣 宣 好 它的问题在哪呢 一个是这个 生母 生母它发的不是西 这个 这个舌面音 它发的不是西 它发的是西 西 像一个舌叶音 有点像英语的那个 比如说 西 这个音 但是我们这个普通话里面的西 是一个舌面音 不是这个舌叶音 关于这个可能我们以后 就是下一次讲座 我们还会在具体的分析 这些发音的这个要领 好 然后这个鱼也是 它的这个鱼 它的这个舌位不够靠前 它发的有点像乌 有近似乌的音了 所以它的发音呢 是宣 宣这样的音 好 最后一个呢 它发应该是嵌 它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送气音 它这个送气的时长 非常的短 这个送气量很少 它发生了一个键 像键一样的音 好 那找到问题所在以后呢 我们第三步是什么 要给它一个正确的 发音药理的示范 下一个 好 第一个示范呢 就是告诉它 这个发音药理 你的口型是从 由小到大的 从乌到窝 是由小到大的口型 第二个娘呢 你的这个声调是 由低声到高 一定要到达一个高点 你这个二声才是饱满的 好 第三个关于这个吸的问题啊 我们发吸的时候呢 你的舌尖是向下的 舌尖应该抵在下尺背的后边 就是下尺背 你发的一个发音药理 那这个发音药理 一定要跟学生说 要告诉他 我们可以用图示法 或者手势法 把这个发音药理呢 展示出来 让他看着发音药理 再来模仿发音 好 最后一个呢 就是动气段要加长 呼出更多的气流 让他知道 范这个气流是很多的 而且气流的时间面比较长 那你发的这个键呢 就没有足够的气流 这个发音就错了 好 这个是发音药理 那下面我们就进行这个第四步 第四步呢 是寻找纠正方法 我为什么用寻找呢 因为 为什么用 一会再说啊 为什么我用寻找纠正方法呢 因为这个是要音才试教的 因为每个学生 还有每个老师 还有互动的方法都不一样 所以得 揪音最好是这种面对面 有体感式的这样的揪音 所以这个方法 要老师需要足够的经验 足够的教学中积累的经验 才可以找到这个正确的方法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那个抹 刚才提到这个抹 它的这个 对刚才我们说到一个规则 这个写的是O 单元音 但是它其实发音是 中间是有一个U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规则 所以刚才那个学生的口型 基本上没有动 是抹 是没有动 它把这个中间的这个 U的音呢 给省略掉了 所以我们要告诉它 应该是先发 U 抹 然后口型 逐渐的由小到大 抹 抹 如果 那就 这个纠正方法 你可以让它照镜子 你可以看着镜子 来调整你的口型 或者是你可以 听用模仿的方法 或者可以画图的方法 就这些方法 是我们老师在实践中 跟学生互动中 去寻找到的方法 每个人用的方法不一样 每个学生 他能够达到的这个 就是能够理解的这个方法 也不一样 这个我没有一个 就是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个 标准的规范 只能是一些建议吧 只能是一个我在教学中的一些 这个实际的建议 好 比如说这个第四个欠 这个我们常用的就是吹指法 你要让它感觉到更多的气流 你就拿一张纸在你的面前 然后欠 它的这个 这个纸是会被吹动的 那它发剑的时候 这个纸不动 你就让它拿着纸链嘛 你发的时候 只要纸动了 你就 你就说明你的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一些技巧和方法吧 对 好 这个是第四点 那最后一点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点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巩固正确的习惯 刚才我也说 正确的发音 其实它是一种习惯 它是一种行为的习惯 所以一定要把它这个巩固 通过大量的操练的练习 巩固下来 这个才能达到我们 揪音的最终的目的 它只是明白了 知道了 一次性发对了 没有用 它得有习惯 才算是我们揪音成功了 那我们也是举个例子 拿这个娘这个二声 就是我们练习二声的时候 练习第二声 它肯定是二声和三声 相混淆 那我们怎么练的 这是我提供的一个例子吧 就先让它把这个 所有的二声都练完 给它这个阿 达 然后只换 先换韵母 然后换声母 换声母 换韵母 换声母 就用这个替换的方法 让它把这个二声 整个这个调 给巩固下来 阿达 迪 这个巩固下来 好 然后再巩固三声 阿达 这个都是很低的 把这个三声 再巩固下来 然后让它们听遍 A和B 我说阿 你告诉我 A还是B 这是第二步听 我说达 你告诉我 A还是B 第二步听 第三步说 我给它一些图片 或者其他的 如果它汉字比较好 可以给它汉字 让它把这个说出来 这个是什么 这是五 离 让它说这个 二声和三声 把它说准了 最后一个呢 写 可以是听写 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 熟 让你写出来 它是 它是这个 哪个声调 所以我们用这个 各种吧 读听说写 层层的这个推进 然后让它把这个 彻底把这个 二声和三声 给巩固下来 好 那我这个 这个五个步骤 我们可以再 再回顾一下吧 就是第一个 先看断证物 第二个 分析问题所在 第三个 讲解发音要领 第四呢 寻找纠正的方法 最后一步 巩固正确的习惯 这就是我们 普通话正音的 一个 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 好 那今天我们 讲了很多 我们可以到最后 对 可以到最后一个 毕业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 这个普通话的问题 下面想用一个 这个互动的问题 请老师们 我们再回顾一下 今天讲的这些 这些问题吧 请老师们说说 下面两个音节 有哪些不同点 一个是斑 一个是胖 就泛泛地说 这两个音节 有哪些语音上的 有什么不同点 好 请老师们可以留言 或者是语音 王瑞老师刚好是 也有老师在留言板 已经提了一些问题 您可以先看一下 一会儿我们有 专门的这个 问答环节 请王瑞老师帮忙 为老师们解答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那我们就请老师们 在留言板 来说一下 两个音节 有哪些不同点 对 我看到 已经看到老师们留言 就是应该从声 韵调三个部分来说 对 对 很好 所以先是声调吧 我们永远都是 我们倡导的 就是声调先行 声调一个是 医生 一个是四声 那医生和四声 有什么不同呢 刚才我们看到 医生的特征是 高和平 它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高 一个是平 四声呢 它的调形的特征是降 然后它的这个音高呢 是从很高的地方降下来 如果你这个降的 这个起点不够高 这个四声也发的不好 如果它是说胖 胖 这个是不标准的 一定是胖 从很高的地方降下来 这是它的对声调的不同 好 声母呢 声母对 我看到老师有说 送气和不送气 跟刚才那个 剑和嵌是一样的 对 其他的没有不同 这是一个最小对立对 波和坡 它的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都是一样的 只有这个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 波它的气流比较弱 波它有强烈的呼出的气流 好 那韵母呢 韵母呢 韵母 韵母啊 安和这个 安 对 哦 好 老师 一个是前笔音 前笔韵母 一个是后笔韵母 非常好 对的 好 那这个安和安 它前 它只是在 它是在哪个部位不同呢 只是在 N和N的 不同吗 对 我们最明显的看到的 一个是前笔的 N 一个呢 是后笔的 但实际上呢 它从这个 啊 这个运 运和开始 它就有不同了 我们可以仔细来体验 体会一下 安 它前面这个 啊 它是一个前啊 你的舌位是在前的 是一个啊 安 安 好 后面这个 我们看看 前面的这个 啊 它就已经是一个后啊了 它是一个啊的音 所以这个安和安 不仅是收在后面的韵尾 也不同 它其实这个前面的运速 也是不同的 所以 有些 有些同学 他会说 他找不到问题 他说 我已经发的非常到位了 这个前面 但是为什么还是听起来不对 就是在这个运 这个运和 这个啊的上面 还有的人会说 对 特别是一些美国学生 其实它对了 它就是这个 啊的这个问题 和英语是不一样的 嗯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问题 就把今天 涉及到的一些 语音的 这个服务员的知识 又给回顾了一下 好 那我 今天要讲的主要的部分 先讲到这儿 下面我们看看 老师们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再提出来 对 刚好是 王瑞老师 现在可以在留言板 看一下之前老师 提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请您 稍后来回复 因为 王老师这次的讲座 是系列讲座 今天是第一期 在3月27号呢 会有 也就是下下周 下下星期六 会有这个 第二期 那在 下一个星期 3月20号 星期六 每周晚上的 这个八点 同一时间段 我们是特别请到了 高石琪老师 来自犹太大学 第二万语教学研究中心的 高石琪老师 为我们老师们 带来这个 一期主题是 向华裔移民致敬 如何设计相关教学单元 以促进意义深远的学习 所以请老师们 可以扫描 扫描这个二维码 或者根据报名链接 现在来进行报名 我们刚好可以请 王瑞老师下周休息一周 然后27号的时候 再来给我们带来 第二期的这个讲座 真的是今天 特别感谢王老师的这个讲座 为我们普及 普通话语音 知识与正音方法 尤其是针对我们这种母语 知其然的母语者老师来讲的话 今天晚上真的是学习到了 知其所以然 好 那王老师您准备好 可以来回答问题了吗 好的好的 好 我看了老师们的留言 我觉得老师们不是指知其然 其实很多老师都知其所以然 老师们 是我 我觉得老师们的这个 语言学和语音学的素养是非常高的 提的问题都非常专业 好 有老师提这个 欧是属于在教育母的时候 这个欧啊 它是属于单元音 但是实际教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教窝还是窝呢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现在其实现在在这个 很多中小学里边 教的都是窝 在普通话里边 只读单元音 欧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少的 只用在语气词里边 比如说你知道 说欧 我明白了 我知道 欧是这样吗 只有在这语气词里边 才出现这个单元音的欧 其他的情况下 没有单元音欧出现 其实都是窝 所以很多专家都提出来 就不妨就叫窝 就把它当成窝来教 其实在这个教学里边 是更实用的 尤其是可能在这个 对外汉语教学里边 我们其实不需要太 太详细的讲 它的这个所以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 这个窝 窝 窝 都可以当成一个 独立的音节来教 你看到窝 你就读窝就好了 你也不用管它 这个欧是单元音 还是负元音 你就是读成窝 但是我们老师要知道 它是个怎么回事 它其实这个窝和多 后面的这个原因 这个韵母其实是一样的 好 这是这个问题 对 口型 我们要对一定 国内教学一般强调口型变化 对啊 是要强调口型变化 对 没错 我们不需要跟这个 特别是留学生吧 不需要跟留学生说明 什么单元音和多元音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以后 要强调这个口型 是有变化的 对的 好 好 老师说这个 有老师问学生 那个是轻声 还是音声 还是医声 词典里面的是轻声 我们考普通话测试的时候 是轻声 学声 但是如果是大学生 中学生 词典里面又变成了医声 所以可能这个是 有不同的标注 但如果严格的按照 这个现代汉语词典来标的话 学生这个双音节词 它一定是轻声 可是我们在日常用 这个日常说话里边呢 很多人也会说成学生 你也不会觉得不标准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语言的 它是活的语言嘛 只要有人用 它一定会有分歧 一定会有变化 一定会有发展 但是到目前为止 规范的学生 这个词呢 它是轻声 好 还有老师说 我说他说 儿音很玩 对 儿化音呢 其实只要那个 儿的这个音啊 这个卷声音 确实很难发 但是有两个 有两个发音要领嘛 我正好现在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一个呢是 一定要口型要大 要张大 很多人他 因为他那个 音节标的是 一二嘛 那个一好像开口 是不太大的 实际上它的开口 要比那个 呃的开口要大 要大很多 其实有点像啊啊 不是啊 但是啊啊 这样的开口 然后呢 就是开口的 同时要卷舌 就是发音以后 发音的过程中 要卷舌 而不是说 卷好舌再发音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就两个问题 一个是很多学生 他开口他小 他是呃呃 开口小 他发不出来好的 儿的音 一定要让他开口大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已经发音了 然后舌头再去动 会告诉他 大家如果看见 我的话是这样的 你用手势来告诉他 就是 儿 儿 已经发音了 舌头再动 而不是说 卷好了 儿 这个他就 很难发出 这个好的儿话音 有这两点的话 那他应该就能 解决他的问题 还有这个完了 他发不出儿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韵尾没有丢失 他看的拼音是 WAN 他把那个N 发得很满 那是不能不可能发出儿的 在玩儿 那是不可能 所以一定把那个N的音 就完全丢掉 没有N 他才能发出玩儿来 是 啊 玩儿 玩儿 N的音完全消失了 他才能发好 好 嗯 我看到有一位老师说 在现实 就是当下吧 使用 这个普通话考试中 有什么使用 以及技艺技巧吗 那刚好 王老师27号的这个讲座 就是跟普通话考试 或者普通话培训啊 相关的 所以老师们不妨 在3月27号的时候 再来参加我们的热点谈 听王瑞老师来讲 怎么培训这个普通话 好不好 好的 下号对 下号是下一次讲座要讲的 对 3月27号 那有老师说 那我怎么才能知道 下一次报名的这个方式呢 关注Class社交媒体 Class与您同行同行 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ClassK12.org 各类信息呢 您可以说是一键到手了 订阅我们的Class Membership 在YouTube的这个channel 所有的培训回放 您都可以收看到 如果您想获取到最新的 Class活动通知的话 不妨关注我们的脸书 Facebook或者推特账户 还有呢 如果您想加入我们 Class的微信群的话 请您发送电子邮件 尤其是提供您的这个 微信二维码 到Class Membership at gmail.com 好不好 老师们 我们期待啊 您加入我们Class 成为我们的会员 我们一起引领中文教学 好 王老师 是不是问题应该差不多了 嗯嗯 对 特别感谢您 我看到留言板上 很多老师都在感谢您啊 谢谢老师 对对 特别感谢 也特别期待 王老师下周好好休息一周 然后27号 再来继续跟我们讲 怎么培训这个普通话 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好 再次感谢王老师 花出这个周末的宝贵时间 给我们大家一起 好也感谢所有在线的老师们 我们下周20号来一起来听 高时期老师的向华裔移民致敬的 教学单元分享 好 老师们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王老师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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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